我身后的这个市场呢 是全中国最大的核桃交易市场 去年的这个交易量啊 多达20万吨 交易额多达5亿人民币 一个特别庞大的数字 那么今天呢 逛一逛这个核桃巴扎 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在交易啊 正在交易 这个交易成功了 握手 正在谈 这就是相当于双双菜博弈 像牛奶 春白的 这个口感更好 这个口感更好 刚才我尝了一个 那个没有包干净的 在皮的 现在我尝了让这种 完完全全 由他们老师给包干净的合同 尝一下 没有苦味 特别脆 然后有一种带汁水的感觉 是啊 就跟在吃水果一样 就是核桃市场的一个江内收购网的一个情况 中间这个地铁呢 就是我们核桃市场 输送产品到这个全国各大城市的一个产品流通鼓吧 那么地图上每一个能量圈 它代表的就是一个城市 然后这个能量圈 能量圈越大代表这个城市 对我们核桃市场的产品需求就是越大了 有一个非常好的点 就是农民带着他们的核桃 到我们的核桃市场进行交易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按照这个市场的行情和价格的指数 有一个心里有一个非常明白的一个范围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过去像这个传统对手交易中 一些压价情况的发生 也确实地保障了农民的根本 所以这个价格是透明的 这边是我们解算交易中心的交易柜台 我们市场采用的是会员制的交易方式 对客商农户和经纪人采取统立的这个交易服务的 农民把他们的核桃给了客商和经纪人之后呢 客商和经纪人都就可以来到我们的交易结算中心 交易柜台办好会员卡 然后就收好了农民的核桃以后 可以给农民提供他们的这个会员卡的票据 农民就可以带着票据到我们的结算交易中心的柜台 来兑换一个现金 这样呢就防止了这个打白条鸭鱼杖等情况的发生 这样也是气势保障的能力的根本 感谢观看